第二题有加以两个完全相同 好这个是个关键的这个词 完全相同的杯子 完全相同什么意思呢 完全相同代表底面积一样 空杯的时候的高度也一样 可是呢他们里面的各装不同量的水 如果呢现在把甲杯中的五分之一 倒进一杯 则两杯水位等高 好因为它是相同的杯子 相同的杯子底面积一样 所以呢水位等高底面积又一样 代表后来两杯的水量相等 相同的杯子最后呢水位等高 代表最后两杯水量相等 好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假设原来 甲杯呢水量是A 乙杯呢水量是B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甲杯的五分之一倒入乙杯 甲杯到五分之一过来 甲杯到五分之一去乙杯 那这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时候甲杯剩多少呢 甲杯剩原来的五分之四 那甲杯原来是A 所以甲杯剩下的水量是五分之四A 那乙杯会多多少呢 乙杯多了五分之一A 就是甲杯倒过去的五分之一 那乙杯呢 总共就是五分之一A 再加上原来的B 好 甲杯最后剩下的 跟乙杯最后形成的这个水量 这两个呢 因为甲乙两杯水位等高 相同的杯子水位等高 代表这两个水量会相等 也就是说呢 五分之四A 就会等于五分之一A 加B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把五分之一A呢 移到左边 我们可以得到呢 五分之三A 就会等于B 那再把A移到右边 所以就得到 五分之三 就等于B除以A 题目就是要算 A分之B是多少 也就是B比A的比值是多少 那我们就算出来 答案等于五分之三 所以呢 这一题呢 就选B 这个答案 哦 不论 还是有关于五分之三 如果能够成为了 连读到 这些事实要聚